5月10日,有网友在微博中实名举报,称自己的好友阿廖莎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期间遭遇了班主任朱炯之父的性侵 事后阿廖莎更是遭遇了来自老师们和同学的排挤和歧视 在文中阿廖莎写出自己在大学期间受到的欺误,被性侵 同学不相信,被班主任故意挂科,系主任命令老师和同学远离他,拿不到毕业证等等 并且好友宋泽成在最后帮好友证明同时,还at了北电和北电摄影学院的官位 而这名班主任被网友指出他是贾章科的前妻,并且表示这个故事要火 而网友们的态度也是两极分化,一边是觉得不太可能,疑点有点多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北电内部超级黑,各种无法想象,从老师到学生还不止社院 如果此事是真的,那么大学里黑暗的一面将会因此被掀开一角